大家好,今次先煮個湯喝 這個是海星飛天琴佬湯 不要聽到飛天琴佬就怕了 其實它是一種植物來的 不是那些甲拐、蜘蛛那些東西 啡色有些黑色坑紋那塊就是了 在中藥的藥材店就買到 這個湯就不是我自創的 是我一位朋友告訴我 因為我久不久會有點痰,有點咳 所以他就推介叫我煮這個海星飛天琴佬湯喝 先介紹一下,你在看的最愛煮食男朋友 是以煮食為主 另外也會有飲食和去旅行的分享 看完影片喜歡的就請訂閱我的頻道 按下小鈴鐺 那你就會收到我每個禮拜上載新片的通知 多謝大家 首先我想說明 如果Touchwood大家真的病了咳 就快去看醫生 病香淺中醫 那就不要想著靠這些湯可以喝得好 另外就是飛天琴佬也有少少弱性 如果大家不清楚自己喝不喝 就詢問一下中醫師 我自己是否有咳,有點痰 但是我煮得不夠麥來喝 我不知道它的效果如何 我這樣久不久喝一次 老實說是沒有什麼效果 不過我都覺得挺好喝 所以我也想分享給大家 首先就找兩角陳皮浸在隧道 最少就浸30分鐘 浸好之後 你可以選擇用刀刮走皮上面的白色狼 刮走了就不會有潔味 但是你也可以選擇留下這些白色狼 因為別人說留下去煮湯就更加有藥用價值 刮走狼沒有潔味 還是留下,若用價值大一點 你自己選擇 我是刮走狼的 好,接著到處理這些這麼有趣的食材 就是海鮮 海鮮其實是激皮動物 什麼是激皮動物? 海參、海膽這些就是激皮動物 這些曬乾了的海鮮 可以在海味店或者雜貨店都買到 相傳用他們煲湯有止咳化痰的作用 以及用海鮮煲出來的湯 你的湯都會有淡淡的海洋味 不過用這些海鮮煲湯 事前是要做一些清理的功夫 清理之前最重要是先浸淋它 首先用水沖洗海鮮的表面 沖洗乾淨之後 然後用水浸著它們 浸它們45分鐘 要令到它們淋淋地 才做到下一步的處理 它們現在硬滑滑 什麼都做不到 所以先浸淋它 浸45分鐘 順便補充多一個海鮮小知識 如果海鮮的腳斷了 它們不會死的 它們是有能力生出來的 還有海鮮不一定5隻腳的 有些品種是多過5隻腳的 好了現在就先浸45分鐘 海鮮浸了45分鐘之後 現在你檢查一下它 是不是淋了少許 如果未夠淋的話 你繼續浸久一點 我覺得夠淋了 現在就清理海鮮 那怎麼清理呢 要將海鮮裡面的東西 全部滑走清走 好像我這樣 在每隻海鮮腳都剪開它 或者你用刀戒開都可以 每隻腳都要這樣做 還有記得清中間位 剪開之後挖開它們 然後你看到裡面 裡面有些啡色的東西 裡面所有東西都不要 當你滑走清走裡面的東西 剩下一個海鮮驅 就可以拿去煲湯的 我喜歡徒手滑海鮮裡面的東西出來 方便 但是留意海鮮的皮 有些刺手 如果有些位置 手指觸不到 就要用牙籤或者叉 去幫忙撩它 如果吃新鮮燒海鮮 是會吃海鮮爪裡面這些東西的 但是乾海鮮拿去煲湯 反而會清走它裡面的東西 煲出來就沒有那麼腥 那些手指觸不到的位置 就拿牙籤幫忙挑走它們 其實這個工序的感覺挺有趣的 我會聯想到好像撩走的意思 好了 每隻海鮮都清走它裡面的東西 看到嗎 都清了幾多東西出來的 現在的海鮮就剩下一個殼 那這些海鮮殼再洗乾淨 就可以準備拿去煲湯的了 到準備其他材料 在街市買條紅蘿蔔回來 買有泥黏著的煲湯甜點的 買回來 批皮洗乾淨然後再切成一件件 另外瘦肉也是 洗乾淨切成小件 然後就煲滾水把瘦肉出一出水 讓它的血和髒東西都出出來 中大火煮滾水 滾水之後放些瘦肉下去 將它們出水一分鐘就差不多了 它是一個沒有骨的食材 所以可以熱水下去出水都可以 如果是一些帶骨的食材 你想出水出得乾淨一點 就要凍水下去了 但是瘦肉就不用了 大約一分鐘之後就可以把瘦肉拿上來 看到那些水那裡有點浮沒 就是瘦肉的血水那些髒東西 出一出水煲出來的湯就乾淨一點 然後就把飛天琴露都出水一分鐘 因為這個飛天琴露本身是有微微的苦澀味 所以都要出一出水弄走它們的苦澀味 你不要看它好像木那麼硬 其實它放在滾水裡 它都比我想像中快點變軟 雖然它們的樣子怪一點 但是煲出來它們又沒有特別的味道 不過我亦都沒有加很多 因為藥材店跟我說 你用來平時煲湯 加一兩就夠了 所以我這裡只有一兩 出水出了一分鐘之後 現在就洗乾淨它們備用 接著乾八盒煲湯之前 都要出水兩分鐘 就去掉它們的雜質 還有選乾八盒可以聞一下它 如果聞到有些刺鼻怪味 好大陣硫磺味就不要買了 所有材料要浸的浸了 要清洗的洗了 要出水的又出了 那現在就可以準備煲湯了 首先準備2600ml的水 大約是10個飯碗 然後吸蓋開大火煮沸它 水滾了 現在就放了所有材料 首先放這些是我們清洗乾淨的海鮮 接著下的是三粒蜜棗 然後就兩角的陳皮 然後這個是瘦肉 接著就是飛天琴露 接著到八盒全部放進去 另外再放一些紅蘿蔔下去 現在就攪拌一下 還有等水再次滾起 那些水滾滾起 那現在可以關上蓋 然後就用中火煲它頭10分鐘 10分鐘之後轉小火煲它45分鐘 當然時間是給大家參考 因為大家用的爐具爐頭都不同 我這個鑄鐵鍋加這個電爐 就是用這些時間 如果不是鑄鐵鍋 有機會要煲久一點的 還有如果不是鑄鐵鍋 留意看看是否需要中途加水 好了煲了10分鐘中火 加45分鐘小火之後 現在就開開蓋 這一刻就可以加鹽下去了 加多少就食材煮麵 我就加一前半 接著就要攪一攪煲湯 等鹽就攪勻了 攪勻之後蓋上蓋 然後再繼續用這個小火煲多它15分鐘 之後關火不要動它 要放在這裡勾一勾 那就最少要放置它30分鐘 勾久一點沒有話 最少就30分鐘 湯要煲一下 勾一下才出味 現在這個湯勾了最少30分鐘 再用中火煮回滾它 那就完成有湯飲了 大部分煲中湯 其實不是說一件很難的事 但是就是需要的就是心機 這件事是不難的 但是你清理材料、設計 即粒粒粒和需要的時間 全部都是一些心機 如果有個人是肯主動煲湯給你喝 你會好好珍惜 因為去煲一個好味的中湯 雖然不難 但是真的要點心機 這個湯的味道就是你會喝到一股海洋味 因為有海鮮 另外有紅蘿蔔和蜜棗 就給予一個甜味這個湯 接著有陳皮的清香 還有八合的那些 令到湯沙沙地 有點起沙 飛天禽魯反而就沒有什麼特別味 如果大家喜歡我今次這個海鮮飛天禽魯湯 就請讚好分享或者留言 還有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按鈴鐺 你就會收到我每個禮拜上載新片的通知 那我就喝湯先了 我約定大家下條片再見 拜拜